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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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庄村和兴隆很多地方一样 山多、耕地少 一直以来村民多以山楂、核桃等邻果为生 山下的这片果园有苹果、有梨、还有桃 苹果和梨还没到成熟的时候 这个时节,这个时节只有晚熟的桃,刘成远带季炳婷来摘桃子 刘成远喜欢姑娘,前面她以黄瓜为提写的诗句《她是我思念的小妹》,大概就是指纪炳婷姑娘吧 我经常在背后看你,像欣赏一朵花的背面 我悄悄为你鼓掌,你的长发飞流直下 在适当的高度,以恰到好处的方式,为我垂帘 上庄人喜欢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小伙子刘成远追求姑娘的诗,就比那首以黄瓜为提的诗好多了 小伙子含蓄表达自己的爱慕 那么姑娘是怎么回的呢 我们在桃园里放木歌声和果实 树之间的阳光清澈而透明 原因在枝叶间的点点桃红,是我此刻的心情 姑娘用桃红来比喻自己羞涩的状态 说明姑娘还是喜欢小伙子的 田间地头歇赏洛汉之作笔 茶余饭后谈天说地诗为词 是上庄人的生活常态 诗意桃园上庄梦,遍地桃宫好宫田 这是人们劳动场景的写照 甜不甜 甜 嗯,好,真好吃 那以后夹到我们家田间吃桃 桃子管够 这片地都是我们家的 我吃小的吧 我再吃饱了 我也吃 因为太好吃了,其实还想吃 我再吃我就吃不下去了 你有时间,到我们家去玩吧 好啊 姑娘请小伙子到家里去玩 按照上庄村的习惯 小伙子不需要带什么礼物 但是相见那是要对诗的 对诗比带礼物,那可难多了 刘承远心里忐忑,怕对不好 回家找自己的父亲学习作诗的技巧 书头的是刘承远的父亲刘福军 刘福军是位诗人 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还是成德市作家协会的主席 他靠写诗走出了上庄 在上庄村靠写诗改变人生的村民很多 最有名的是刘章 关于刘章一会儿再说 先看看刘福军如何教儿子写诗 刘福军是土生土长的上庄村人 他是著名诗人刘章的侄子 在叔叔的影响下爱上了写诗 出版了很多的诗集 尤其他的诗集母亲影响较大 常常在家门口母亲向远方 向比远方更远的地方瞭望 是谁在母亲的瞭望之中 如同灯火瞭望群星 那灯火暖暖的照亮家乡 这是刘福军写给母亲的诗 他特别孝顺 母亲快九十岁了 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陪伴母亲 刘福军在母亲的炕头教儿子写诗 那就是告诉刘承远写诗要有真情实感 村里的小溪边有一台石墨 偶尔还会有人用石墨磨豆浆 山里环境好 泉水叮咚 用山泉水磨出的豆浆好 刘承远家磨豆腐 小季姑娘也来帮忙 过去这样的石墨都是用蒙着眼的毛驴磨的 用人来推磨 时间长了就会头晕 不过有姑娘陪伴 小伙子也不觉得累 听听 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我即兴做诗一首 你要不要听听 好啊 黄金台作造 南山窦取财 未穿水盐墨 菩提木为柴 心如君子玉 夫似美人白 最后这两句 你觉得怎么样 夫似美人白 说我的吗 对 就是说你的 刚才那诗不错 心如君子玉 肤色美人白 这两句好 但是第一个人改为 黄金入墨盘 因为墨豆腐的嘛 黄豆是黄的 入墨盘 刘承远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 也喜欢上了诗歌 在上庄村 会写诗的人是受人尊敬的 找对象也可能容易一些 这样的石墨 墨出的豆浆好 不过效率低 一桶豆子可能要墨一个小时左右 如果用机器的话 几分钟就墨好了 都说上庄村的豆腐好 那就来看看那里的豆腐究竟好在哪儿 豆浆墨好了 先拿去加热 加热之前要过滤 过滤掉豆渣 烧开之后 就是我们平常喝的豆浆 好 真好 豆浆里点上卤水 慢慢的就成了豆腐脑 豆腐脑倒进纱布里过滤 沥干水分 就成了我们平常所吃的豆腐 小季帮忙推了豆腐 小伙子请姑娘吃饭 他们吃的饭还比较独特 这小季帮忙拌豆腐 是不是 咱们这个上网的传统 先把咸趁半碗饭 把这个豆腐放到碗里 完了以后 这个再放上咸菜 是大咸菜 这是辣椒 来一点 把它把这个豆腐这么拌 这种吃法非常好吃 你这边再吃 有味道的 来 换一块拌 好多地方都是小葱拌豆腐 上庄村却用小米干饭来拌豆腐 这样既有了饭也有了菜 小季姑娘不是上庄人 吃这样的饭还觉得比较新鲜 真好吃 豆腐很鲜嫩 咸菜辣 但是很香 太好吃了 小季姑娘能到小伙子家吃饭 说明她还是比较认可小伙子的 小伙子如果到姑娘家去 可能就不是吃饭那么简单了 小伙子还要准备和她的家人对诗 上庄村喜爱诗歌的氛围是如何形成的 得到父亲真传的小伙子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姑娘家人的诗歌考核 这一对年轻人能成为一对情侣吗 休息一会儿继续收看乡图 晚饭之后村里好多人会聚在一起跳广场舞 这也是人们锻炼身体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 上庄村的人聚在一起除了跳舞 还有就是朗诵诗歌 大家都以会写诗写好诗为荣 人总是要老的 心不要老 心要像春天的草 心要像除草的鸟 不看夕阳西下 单看枣霞燃烧 谢谢大家 上庄村一位喜欢诗 会写诗的人多 被称为了诗上庄 这里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 下到四五岁的儿童都喜欢诗 诗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自己写了一首诗 菊花 一记清风百花令 独立菊蕊香味弄 秋风有意染荒花 不遂黄叶涂伤情 谢谢大家 张金来是一位残疾人 行动不方便 他有时间读诗写诗 这样也可以让他的生活变得充实一些 那灯是你的 那灯是在怎样深远的风中 微微的光芒 豆一样 上庄的诗歌 大多写他们身边的诗 朴实的诗歌 记录他们美好的情感 有的歌颂村庄的变化 有的诉说对家乡 对亲人的思念 也有的诗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提到上庄的诗 必然会提到一个人 刘章 刘章是著名的诗人 1938年出生 今年78岁 他住在石家庄 他的老屋还在村子里 村民敬仰他 在他的旧居前立了一尊雕像 上庄村没有写诗的传统 写诗是从刘章开始的 村里的一草一木 一情一景 都写进了他的诗里 刘章给村民树立了一个榜样 一个十字不多的农民 也能一步步地走出去 成为著名的诗人 村民认为 诗歌不仅能够陶冶情操 而且还能改变人生的道路 老师会教育孩子多读书 鼓励他们写诗 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诗人闷嵌两颗柳 柳树随着诗人走 如今人脉树也老 但愿诗庆永长久 这位老人叫吴学枝 是刘章的邻居 他以刘章门前的两棵柳树 也写了一首诗 孩子们还小 不会写诗 但是他们会背诵诗歌 长大了也肯定会自己写诗 早就约好了 刘承远跟着小季姑娘来到他的亲戚家 李秀之喜欢写诗 他家院子里的葫芦也成了诗的素材 我家庭院葫芦架 架上开满白白花 葫芦花开最庭院 宝贝葫芦藤上挂 农家小院美景多 丰收美景农家乐 我们家最喜欢葫芦了 那你能用葫芦做一首诗吗 让我想想 来 我来想考考你 随波驻留 副中空 漂浮不定 无内功 江湖浪迹 居无所 如何托付 供此生 随波不是副中空 漂浮也非无内功 只因世事多坎坷 孝对臣服 杜从容 刘承远基本上对上了吴怀东的诗 吴怀东没有难道小伙子 还要以枫叶为题再考考他 枫叶本是金霜红 此时青涩 怎谈情 不曾一下风吹雨 怎得担心一片城 哎呦 这个真是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 好好想想 只因去年金霜红 才有此时夜葱龙 不幸且到七夕会 却瞧思雨见真情 嗯 不错不错 相对来说 小伙子枫叶这首诗 比葫芦对得更好 这让吴怀东比较满意 看刘承远诗对得好 姑娘也高兴 这样就可以和小伙子去约会了 石上庄在星龙县的安子岭乡 这里山高谷深 雨季的时候可以到小溪里去漂流 潮流能感受到高山溪流带来的刺激 这让小季姑娘特别的开心 西水流到上庄村 水流变得平缓了 村民筑坝 拦水养鱼 刘承远在小溪里钓鱼 还构思了一首诗 不过 他不好意思念给姑娘听 乌陵山的西水 映着你桃花一样的面容 鱼儿游来 水草游来 也想窥探你的心事 从此 我像一只相思鸟 只在心中暗暗生长羽毛 刘承远真不愧是农家的后代 年纪轻轻 就会自己烤鱼 鱼收拾好之后 要用调料腌制一下 让滋味渗透进鱼肉里 这样烤出来的就好吃多了 尝尝好吃吗 嗯 味道还可以啊 我尝尝 嗯 我来一口 姑娘小伙子动作亲密 也就是说 他们成了一对情侣 按照过去上庄村的习惯 小伙子找对象 还要杀猪请客 得到双方家长的认可 也就是说 要吃定亲宴 天刚亮 刘承远家就准备杀猪请客了 主要是请小季姑娘和她的几位亲戚 上庄村请客有哪些习俗呢 这位是刘承远的二姑刘翠云 今天招待客人主要是她来做菜 刘翠云今年六十出头了 村里谁家有事都会请她去掌勺 一是她的菜烧得好 再就是她懂得村里的一些礼节 过去只有过年前杀猪 杀猪对村民来说 是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 谁家杀猪都要请客 请乡亲们来家吃血肠 血肠在上庄村 就是杀猪菜的代名词 因为杀猪菜除了血肠之外 还有其他的 其中就包括八大碗 这肉虾煮 猪熟吗 熟啊 你这个肉怎么不煮啊 不跟哪些肉一起煮啊 这个都是炸酥肉的 都需要这绳可以炸 我这个是片 酥黄肉 酥黄肉虎这个是片 他们切成小块肉要做酥肉 大块的要做酥黄肉 酥肉和酥黄肉 是八大碗里的两道菜 在兴隆 八大碗也叫满足八大碗 据说是当年守卫厚龙风水禁地的八旗兵传下来的 这个鸡蛋腌这个肉是起什么种用呢 起嫩软 煮过之后的肉捞出来 抹上蜂蜜 准备和酥肉和酥黄肉一样拿去油炸 裹了鸡蛋和地瓜粉的肉 放到锅里炸 炸到金黄就可以捞起来 这时候的肉特别香 过去孩子一年难得吃上肉 闻到肉香就会特别高兴 酥肉要下锅炸 抹了蜂蜜的方块肉也要油炸 油炸之后表面金黄 他们做菜讲究色香味 油炸是为了上色 让肉好看一些 不管是酥肉 酥黄肉 还是调肉 方肉 最后都要装到碗里 加调料 放到锅里去蒸 八大碗以蒸菜为主 煮肉的汤里还煮了骨头 捞出骨头撕下肉 这又是一道菜 骨头上还有一点点肉 那一定舍不得扔 要啃干净 下面来看看 当地杀猪菜里 代表性的血肠是如何做的 煮了肉和骨头的汤 要一勺子一勺子 往猪血里加 加汤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一 一半猪血一半汤 最后把结块的血墨子捞出去 这样就可以灌血肠了 兴隆人杀猪请客 就会说到家吃血肠 这是请客的一种谦称 血肠不值钱 意思就是来家吃顿便饭吧 实际上除了血肠之外 还有好多菜 杀猪饭吃的是全猪宴 血肠要趁热吃 所以血肠上桌 宴席就开始了 今天的宴席 既有传统八大碗中的酥肉 酥黄肉和调肉方肉 也有杀猪饭中的血肠 柴骨肉猪肝等 这一桌菜还是比较丰盛的 今天的全猪宴主要是请小季姑娘和她的亲戚 也就算一顿杀猪饭 刘承远的奶奶也出来参加 老人辛苦了一辈子 现在儿孙孝顺 老人的晚年也特别幸福 我们上庄 即使就这么一巴掌大 也有独一无二的指纹 这是上庄村走出来的诗人刘向东说的 他说的指纹指的就是诗歌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深深地打上了诗歌的烙印 被称为了诗上庄 小河清清躺 鸟儿把歌唱 春来山花开 金秋果飘香 这就是诗上庄的真实写照 每天看乡土 轻松一下午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儿子想法子多挣钱 父亲为什么要反对 祖传下来的手艺 儿子为什么不愿意接手 小宝贝满月 这里有什么独特的习俗 老王的烦心事能否圆满解决 下期请收看乡土 酿酒师老王的烦恼